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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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坐了门 关了窗 吸了灯 闭了烟 什么整走掉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尘 摸不道 两个人抵抗 一个人提指口 一杯又一夜 一下子变老 爱怎么能消失掉 窗底下数着手 手提里记忆地 拼了命的招 一点点一小时 一共一世 让相爱过的一秒 公路长城市 从人心到向前 不等的奔跑 痛醉来了 甩不掉 我听见海浪的声音 站在城市的最重要 我想起 灭泪的决心 你说愿意的那天气 后来怎么想失去 再也没有任何允许 我是怎么能让你 死心离去 缩了门 关了窗 洗了灯 什么前走掉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沉默 不到 两个人 的依靠 一个人 一只口 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爱怎么能消失掉 窗底下 书桌上 朝铁铃 几页 拼了命的招 一点点 一小时 一共一世 像爱过的一秒 公路长城市 从人心到向前 不断的奔跑 痛醉来了 摔不掉 我听见海浪的声音 站在城市的最正阳 我想起 眼泪的决心 你说愿意的那天气 后来怎么想失去 再也没有任何依序 我是怎么能让你自行离去 真气海浪的声音 刺穿我发烫的身体 像一个刺激永远 摸不去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尾街的教室 本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黄品源的这首海浪 应该是一首老歌 有一点印象 这个是最近这两天 我的贺伙人上发给我的他唱的这个干声 我根据他干声来编配的这首歌 这首歌的这个执法音高 是都等于F 实际上小调歌曲 它是一个低小调的歌曲 实际音高 拍子是四四的拍子 然后是每分钟六十拍 这首歌四个小节的前奏是跟这个主歌刚进入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通过这四个小节来设计成这个前奏 听起来也有点像这个主歌的旋律信条的感觉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和弦是一个DM9这样的按法 如果不是考虑到接下来的和弦的按法 这个手指你可以用这两个 都是以这种16分音符 差不多均等的这种感觉 我慢一点连续演示一下这个前奏的部分 第一个是DM9 这个地方C加11音 这个还保留这两个手指 之所以用无名指和小指 就是为了让实指有更大的一个跨度 弹五线三频 然后一个降B的一个瓜二和弦 一个拍子一个和弦 这一个拍子右手弹的是前十六 其实就是三个音符 五弦二弦和一弦 所以这个只要按住一个横按就行 然后下面一个C和弦也是一个拍子 只用按住一个手指就可以 因为你弹的五弦三弦和一弦这里 可以简化 当然了 就是这个在我做教学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留言 有些朋友觉得有些争议 就是我这个C和弦明明是这样按的 我省略这里面就只有一个音 其实我是想跟你讲什么 我们用吉他来伴奏歌曲 或者是你理解它是一个伴奏的乐器 或者是你理解它 你用钢琴伴奏 它也是一个伴奏的乐器 我们它的这个初衷呢 实际上是从听感上来 以这个听感为第一目的的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考虑到 某一个和弦的一个完整的按法 这样的话 其实你没必要 你就像这个 不这样的编配 那你就没有必要去这样去按 就不用这样 这个是我编配的一个特点 就是同样 你要弹分解和弦的话 C和弦 你比如说你一直弹 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七弦的话 那你这个四弦没弹 你也可以不用去按它 这个就应用比较灵活 如果你要掌握这种 比较灵活的和弦的弹法的话 可能你就是在不同的场景 和弦不同的连接的状态下 你手指会更灵活 左手的手指 我们往下看 我慢一点 连续的演奏一下 这四个小节 其实就是前两个小节和后两个小节是一样的 就一二小节和三四小节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还是一样的 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这首歌的主歌 主歌也是这样的弹法开始的这一小节 然后第七第八也是一样 然后第九小节是一个GM和弦 这里面弹的是六三二一琴弦 所以说也就是一个横按就够了 横按的时候 这个中指还可以给这个十指 这个横按来加力 就是不是 你也不用按完整的这样 因为这两个手指 大家看一下 这个完整的GM呢 五弦和四弦在这里都没有弹 其实你没有必要按 第二十一小节 这首歌的质谱呢 是三页的纸 现在讲到第二页 第一这里面第二十一小节 我听见这里 呃 呃 呃 有一个拍 拍弦 大拇指的 呃 低音琴弦的一个拍弦 拍六弦或者五弦和六弦一起拍 我这个乐谱上的两个唱 就代表你拍两根琴弦 不用很重 有这种打节奏的感觉就行 大家看一下24小节 这里面就没有拍 因为一个拍子就换一和弦 四个拍子四个和弦F和弦 右手手指是T123 然后C和弦转位低音弹E这样的还是T123 DMT123 后面这个F和弦转位低音弹C呢 就弹了一个后16 就是弹了三个音 为什么没弹四个音呢 就是说在编配的时候 你如果排的太满听起来也不太好听 我如果后面弹四个音大家听一下 就感觉有点盲 这个东北话盲和人 后面就变成了一个省略的一个音 然后再拍 这里还是四个拍子四个和弦 在第三页 28小节这里面进入一房子 用了一个F的画四 跟原曲是有点区别的 原曲的听感 我在编配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 先是 记得不是太完整 因为这我已经已经编完两天了 我就是用结合这个吉他执法呢 就开始就用巴四 虽然在第三拍子这个F和弦的时候只有一个音 但为什么叫F呢 因为你之前弹的这几个音都在保持 听起来并他并不孤单 并不是只有这一个音 然后这个尖奏呢 我用了几个和弦来完成这个尖奏 四个和弦 这个是原曲里面没有的 开始这样的 这里面讲一下 实际上这个和弦的所谓套路呢 就是用了一个4536 然后我用了一个大七这样一和弦 然后五呢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4536 用了一个转位 低音弹了小七度音 三 然后六我就用了一个大 大七 大小七 GM 一个往上推的一种感觉 一七 这个一七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从第三十一小节的这个 编配 我除了在讲这首我编配的这个吉他伴奏怎么弹以外呢 尽量讲一些我编配的一些思路 这里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我用的这个GM 然后我想用一七的时候 这也是一种一七 但是我为什么用这个一七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最高的音也就是灌音 GM的时候它是 在这个一弦的三平 然后一七的时候 它在四平 接下来呢 到A7的时候它又在五平 这样有一个 在不同的和弦变化当中呢 有这个一个声部呢 它是上行往上走的 就往上推的感觉 连起来听一下 这就是这个前奏 尖奏 尖奏弹完以后呢 再反复到前面的A段 然后到一房子跳过 直接进入二房子 基本就要结束了 其实差不多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讲一下尾奏 尾奏就是 也是这几个和弦就来结束了 有一个键慢 然后结尾 键慢 用了一个DM9来 一个小的一个爬音 用了一个DM9来 用了一个DM9来 来结束这首歌 来呼应一下 前头 开始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和弦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编配 这个乐谱呢 会上传到大维基的教室的官网 欢迎大家来大维基的教室官网 来找到这首歌的乐谱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这个教学 好的朋友们 本节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 再见 暑 liberal 你一质 禁ade 片 很正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